好的,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,电力系统也逐步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,从传统的火力发电机为主导,逐渐地转换为,以新能源变流器为主导的这样一个新型的电力系统,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电源和负荷的分散性,波动性增大了,从而导致新能源,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并网难,送出难,还有消难难, 为此我们提前布局了新型购网型的柔性直流输电技术,由我们供获的张北柔性直流输电工程,就是这一技术应用的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,创造了12项世界第一,也为我们的北京冬奥会提供了100%的绿色电力,不断完善壮大的就是我们的发储输用网这样一个产业集群,也是我们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加速器, 目前我们博瑞核心产品供应链上有200多家合格共方,是我们长洲本土企业,这些企业提供的产品可靠性高,响应速度快,物流的成本低,也支撑了我们公司的新能源,还有输电产品及解决方案,走向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, 我们长洲首屈一指的新能源的投资热度,也为我们与生态圈内的更多的知名企业强强联手,创造了平台。